今年多大 28了28了28了 大黑了 我现在跟以前都不是一个人一样了 挺可惜我的 真的 苏28岁梅亚徒步三年变大妈 不不会让猫焦虑 明年想挑战徒步出国 大家好 我是那个徒步的象象 不变了28岁 长得像58岁的徒步的象象 选择徒步来就是想挑战一下 趁年轻的时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大中一名热爱徒步的抖一波 主下下徒步旅行三年 从20多岁的青春梅亚 变成58岁的大妈 一起任意 28岁吗 确定吗 那你看上去我感觉不像28 我像多 徒步的人那个比较显老一点 从哪里来的 湖北 武汉旁边徒步过来的 总共到现在徒步了多长时间 我徒步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总共走了多少公里 我走了一万多了 一万多公里 就一个女孩子 你是第一次徒步吗 不是 我之前走过318了 之前走过318 等于是现在是第二次徒步是吧 我这走电脏下 下下因为财宝影片首到关注 每天推着80公斤重的推车 同宵暴走十几公里 累了就到附近村装打掌头休息 徒步期间几乎靠直播来维持收益 我想对全国的网友说一声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大家给我的鼓励 我这个人呢 实实在在没有很高的文化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去徒步 每个人人生的角色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知道吧 该干嘛的干嘛 该工作的工作 下下虽叫大家不要徒步 但他明年的愿望 确实想要挑战徒步出国 恶光大网友们只care他的容貌 会不会越徒越老 我不会因为容貌而焦虑 我希望你们也不会因为容貌而焦虑 因为容貌它只是一个外表 坚定的是你的类型 有一个好的身体 任何的东西都买不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